我们这个系列课不多 大家认真听一下 这节开始正式说 怎么样才能进入玄学 首先你得有这个缘分 我们一说到缘分 有些人就觉得你这个词也很玄 其实缘是缘分是分 缘就是有一定的开始 但是这个因呢 缘就是结的果 有的这一辈子没有这个缘 好比男女爱情 那说不定他这辈子刚怎么认识 那这个修了这个果呀 十年修的同传度 百年才修的共产年 那至少一辈子 那有的两辈子三辈子 你才能达到百年这个相互的 之间的往来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有的有分却没有缘 那就代表两个人已经到了尽头了 你虽然他享受了这个果 但是慢慢疏远了 但是慢慢疏远了 彼此不再需要 没有共鸣了 一个上道了一个下道了 那怎么才算有这种缘分 有生而知之者 我说天生就来就会的 以前不定修了多久 那这种人是最聪明的 那孔子说 那就不要学了 其次呢 也学而知之者 那我这个人很聪明 但是没接触这方面 比较少 但是我很好学 我没见过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 我不需要亲身去经历 这种痛苦了 我就学到了 你看很多人这种很灵光 一看不对 溜了 你一看不对 马上 提前知之者 这种人还是很少数的 这是终人以上者 那剩下的呢 那学而不知 就困而直之 就很苦恼了 在事上才发现 如果当初那样就好了 那个细节怎么就没注意呢 经历了很多困难 甚至灾难 甚至一次两次三次 很多次 那我也是这样很笨的人 所以 他有这个机会 发现 原来是这么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也有 那比如说 我 我感而知之 我现实的一方面 好像 也很笨 为人做事 但是 有一些灵感 这个东西说不清楚 也是背后的一些 遗远聚会 遗远聚会 遗远巧合 那 也 细分的话有很多方面 你看女性 在这方面往往比较厉害 第六个 那你一个决定 说 董事长 问总经理 总经理 也说 50%概率 或者70% 那那30% 就算你90% 那1% 谁来保证 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很多时候 没有 只是一个大方向 当你把握很小的时候 回家问你这个太太 她说 就这个了 她说 我 算了这么久 有这个把握 你为什么要听太太 她说 你每次都说很有把握 结果 每次听你的就坏了 那就家里那个什么都不懂 她一说 就准了 就乌鸦嘴 很多这种人 我发现很多解释不了 那还有 那形而知识者 我们下一节再说吧